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下一论文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25分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是 礼拜六8月11日下午2点台北场的讲座 这次讲座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进入营运旺季的好股票 进入营运旺季的好股票 电子行业有一句话 五穷六绝七上吊 也就是最坏的时候 就在五六七这三个月份 那进入八月份开始就进入传统的旺季 所以很多公司从八月开始 八九十十一胜去到十二月 营兽会开始一路走高 那这个对于股市来说 对于个股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多头发展的机会点 可是重点来了哦 懂这样来哦 你股价不能在高档 如果股价在高档 你重视发布营运的回升 很容易就变成利多的出镜 一定要在底部的基优股 一定要在底部的基优股 尤其股价经过大幅的下跌 加上今年获利还会再创新高的 股价经过大幅下跌 今年获利还会再创新高 即将面临旺季的来临 这种股票就有机会 再来一次春天的来临 再来一波新的多头 所以这礼拜六我要跟大家报告是 即将营运旺季的好股票 即将进入营运旺季的好股票 不用多 我讲个五档 低价的中价的高价的 这样大家都有很充分的选择性 因为我看最近很多人都 一直只想做多 一直想买股票 可是买错反而就很可惜 最近指数只有在200点的区间 可是很多股票跌跌不休 像被动元件细经元都是这样 想做多不是不可以 你要买对 你要买对 所以这个礼拜六下午 两点台北厂的讲座 我要邀请你来听 我来把这些即将进入营运旺季的好股票 尤其在底部的 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相信你跟我一起买这些股票 那就对了 我们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这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事情 好今天台北股市下跌了41点 昨天好不容易涨个9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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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开盘很快就跌了下来 收盘跌了47点 早盘的时候很快哦 开盘不到半个小时就跌掉了73点 所以有些人有时候反应很快 有时候反应又慢吞吞的 都没有一个标准 今天为什么一开盘马上就会急杀 昨天还涨92点 昨天涨91点 对不对 昨天一整天涨91点 今天一开盘 很多人股票就杀出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昨天涨91点 收高 今天一开盘就杀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看到昨天晚上 川普跟中国又开始大举贸易战 这是昨天晚上发布的消息 美国8月23号开始 实施第二批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160亿美元的内容 增加25%的关税 这是从8月23号开始实施 那美国一发布完之后 紧接着中国也发布了 中国商务部昨天晚上也跟着一起发布 从美国进口160亿美国的商品 也加增25%的关税 8月23号开始实施 这里面半导体被纳入了 那半导体被纳入了 这个都台湾就有受到影响了 所以今天一开盘之后 整个盘很快的就杀了下来 对于这个原因 就这个原因 那昨天美国发布完之后 其实美国股市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 对不对 甚至今天大陆股市还大涨 今天大陆股市还大涨 深圳大涨2.67% 上阵大涨1.84% 像指数如果涨超过1%以上 这个幅度就有点大 那涨到快3% 那已经是大涨了 那为什么人家美国不怕 为什么人家中国不怕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反应很快速很敏锐 有时候又慢吞吞的 没有一个标准 这样实在是不好 那为什么中国不怕 8月23成要实施嘛 时间怎么不够的嘛 对 时间还没有到 还有半个月时间而已嘛 半个月时间还有缓冲期 如果半个月之内赶快 大家坐下来把事情谈妥 要缓释就没事了 是不是 加上大陆股市已经跌那么深了 大陆股市已经跌那么深了 政府在护盘 同时前两天第一批的养老目标基金 才刚通过而已 所以市场还充分在这一股利多的一个气氛 指数在低涨区 所以纵使昨天贸易战再起 大陆股市开低 也是呈现开低走 呈现开低走高 所以有时候多思考一下 看看外面的一个同步性情况 不需要自己来得那么恐慌 那其实台北股市 我昨天就讲过了 这个礼拜都颠倒走 都跟国际盘颠倒走 你看礼拜一我们涨11点 大陆大跌2% 礼拜二大陆大涨了 我们反而跌40点 礼拜三大陆又跌2% 我们大涨91点 今天大陆大涨了 我们反而跌 又变成跌47点 是不是跟大陆完全颠倒走 那我跟大家讲过 当这种不同步调的行情 就是怎么样 就是相形了 如果多头大家一起涨 空头大家一起跌 遇到那种步调不一致 就是相形 你看台北股市这段期间 是不是相形 是不是一个相形 已经连续连续第15天了 连续第15天 连续第15天 台北股市就在这个200点里面 上面11100点 支撑10900点 200点走15天 200点走15天 15个交易日多久 三个礼拜 哇好闷的一个行情 三个礼拜 行情只有200点而已 那你不要认为说 三个礼拜只有200点 这个行情很稳 那可不 强势的强势弱势的弱势 尤其弱势的很多 你看今天OTC 又大跌0.8% OTC连续两天大跌了 对 OTC连续两天大跌了 你看这次大盘的部分 大盘是加点指数上去了 OTC反而是下来的 OTC反而是没上去的 一副要破底的危机 这个指标是死亡交叉的 中小型股其实这段期间是很弱的 比如说 国劇 今天国劇又继续跌 今天费动率还是很弱 你看国劇光是 7月份到现在 国劇已经跌掉48%了 拌掉48%了 华星科跌掉45% 华星科跌掉45% 其力薪也跌掉快50% 所以你看大盘加群指数 没事 你如果买不到 就出大事了 买不到就出大事了 所以从 7月12号这一天反转开始 第25天我就跟大家预告 接下来新的25天循环 你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基数跟你没关系 完全都是个股 完全都是个股 你看我从当时讲到现在 我每天都一直这样提醒你 你有听下去吗 是不是整个走势跟我预告的一样 完全都是个别股跟指数没关系 被动元件一支一支一直落去 跌幅都很重 指数涨 你赚了指数 赔了股票 六四八八的环球金也是 今天又破队了 是不是买 五四八三的中美金 细金元是不是一直落去 这些股票都是 很多人手里面的 很多人嘴里面的标股 说着说着是往下标 不是往上标 你看这个跌下来 都快50%啦 从150跌到已经剩90块而已 对六四八八的环球金也是 四十几%了 很恐怖 好恐怖喔 对可是融市一直增加喔 你看这些股票融市一直增加喔 融市一直增加的 我也想不懂 对融市一直增加 一直跌一直买 一直跌一直买 对 这也是 一直跌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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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直跌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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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跌越买越买越跌 这是恶性的循环 我跟大家讲过 散户投入太积极 没人敢做 大家都知道被动员线业绩很好 大家都知道西西门业绩很好 可是当你知道它很好 你一直买 散户买了一缸子 主力保安怎么敢拉 因为一拉上来 上面沉沉的套牢 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那你想想 那抗卵不很好 你知道一直买一直套 一直买一直套 六拐贼经常投 尤其融资 融资大概占散户操作的 比重不到两成 所以把融资增加的张数 把它乘以五倍乘以六倍 大概就是散户 这段期间买进去的股票 那向中股票 抗卵不很好 把它空下不是很好 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跌 一直买 一直跌一直卖 做工票你要顺势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你要把多空操作 练到很熟悉 当你多空操作都很熟悉的时候 你就不会每次就是买股票 每次就是买股票 多投买股票也无所谓 你也探级 行情进入空投 你还一直买一直买 因为你只会买不会空嘛 所以你只有一直买一直买 赚的户掉又赔钱 这样不行啦 你要训练到自己多空都很熟悉 涨的时候做多 头部做出来下跌就空下来 这样你才不会陷入 多头的危机嘛 什么叫多头危机 每次行情在跌的时候 你坚持一直做多的 你一定会输得很贴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样空下来不是很好 对这样空下来不是很好 第六支第七支跌停板 第七根跌停板 第七根跌停板 松钢为什么会跌成这个样子 很多人想不懂 很多人想不懂 你知道松钢的大股东 我已经说三天啊 我已经讲三天了 你知道松钢的大股东 连续五个月 一直在申报卖出 不是转让哦 申报卖出 从集中市场卖出 已经念三倍五个月了 从今年三月开始 对今年三个开始 董监事大股东 一直申报卖出 一直申报卖出 每个月都在申报卖出 而且量都很大 连大股东连董监事都一直在卖股票 出事了 我不知道 可是从他们那样的动作 不寻常 所以后面 大股东一直在卖股票 好不要帮下去了嘛 已经七根跌停板了 我们六十四块钱空的 趁拉上来这一波 我们在这里空的 因为当时拉上来之后 我看到这个头 第一个业绩很烂 我喜欢空中业绩很烂的 然后故意人为因素拉上来的 对业绩这么烂 每一季都在赔钱 今年衰退更夸张 然后用人为因素把它拉上来 拉上来之后 对你看人为因素拉上来之后 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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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头部迫下去之后 反弹上来回颈线 我在这里空 我当时空的 空的时候就崩盘下去了 我很喜欢这样的做 我跟大家讲过 我做两个极端 你也可以把自己规划一套 属于自己的交易模式 对 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 这种股票我买进 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 这种股票我放空 我的做法就很简单 底部GEO股高档GX股 业绩很好的 股价已经跌很深了 那我逢低买 业绩很烂 你的为因素炒高的 我逢高空 我就是做这两个极端的股票 你们知道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套 属于你自己的交易模式 对不见得要跟我一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参考我这样的模式 其实也没败跌 你看我空的股票 你帮下去 今天台北股是47点不多 OTC跌得比较重 被动元件今天也是很弱 对被动元件今天也是很弱 但没有像昨天那么弱 今天跌是有点稳定下来 可是相对也是算了 矽晶元今天持续走落 你看环球晶 连续两天 连续两天崩跌了 连续两天崩跌了 股后金测 昨天跌停 今天又大跌 那你说指数 跟指数有关系吗 跟指数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吗 其实每年固定的四个时间 首季财报 半年报 第三季财报 年报 这四个时间 都是个股的行情 你可以在这四个时间里面 都固定以个股为主 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锁定个别股 底部的股票 高档股票 你看最近外资带买的标的 外资买台积电 买了快十万张 不过要十万张 拿台积电买了十万张 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台子旗 所以这次外资 目的其实很清楚 台积电过台子旗 十万张 多少 250几亿的 250几亿的台积电 买优达 优达涨幅不输 没有不输 台积电 只是你们对他没兴趣而已 你没兴趣 你越没兴趣 外资越敢买 外资越怕散户有兴趣 你甘税稳稳稳 你越没兴趣的 外资越敢买 已经买了快六十万张了 对 你看融资的部分 融资散户是一直退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模式 融资散户一直退 散户一直认赔杀出来 然后外资趁机一直买进去 外资趁机你不要那我都收 3481群创也是 外资已经买了快30万张了 这个涨幅都不输台积电 涨幅15%都不输台积电 只是你们看不在眼里而已 你不要外资就减 你看融资的部分也是 融资也是散户一路杀出不要了 你不要就被人家收走 对 外资最近买的股票 1314中石化 你看也是散户不要一直杀出来 外资一直买进 你们不要外资一直买进 已经买了10万张了 中石化每股净值23块钱 你会发现到外资买的股票都是什么 鞍钻 鞍钻奶钞担第一 安全第一考量 对不对 抗跌奶钞嘛 担第一跑起来很快嘛 2885 你看中石 对 原大金 外资也是一直买 每股净值18块 股价13块 外资一直买 有没有看到 所以外资这样做法 你要去思考 人在想什么 为什么这个地方 他不去买了一些 高货利的股票 他为什么一直买这种 低价的底部的安全的 就是安全为出发点嘛 还有补涨空间嘛 因为离净值很远嘛 当外资账想的时候 你也可以参考他的模式看看嘛 对不对 或者去了解他的心里面想什么东西嘛 摸索看看嘛 对不对 所以不是不能买 不是不能买 你要买对 避开高融资的 避开高档的 涨高的 对 像我买底部肌肉股就不怕啊 友达群窗也带不来啊 1102雅尼 雅尼我们29块钱一直讲啊 他就一直涨一直涨 外资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啊 对 像这种股票买就安心啊 对 304是见顶 也是这样 买这种股票啊 对 股价跌那么深了 125跌下来的 对 获利创历史新高 印刷电路板国内最赚钱的公司 是不是上来了 去买起来啊 这段时间见顶就上来了啊 对 很多啦 这种股票也还不少 神盾 也是跌很深啊 股价腰斩了 从340跌到剩下130 125 股价腰斩了嘛 对不对 那股价腰斩了 不但腰斩了 还剩下1分之1耶 对300几块 6%存120块 是不是剩下1分之1而已 第二季财报四跨二 创历史新高 单季新高 半年报7.27 也是历年半年的最好 获利数字写新记录 股价在底部区 嘴尖大盘打下去 神盾还是上来 这种股票也不错啊 也今后啊 昨天我跟大家谈神盾 神盾我在等他再蹲低一点 还哭下去 我买了OK 我一下去买 所以不是不可以做多 你做多你要有对的方式选择 那不然跟我一起做放空 甚至于两边同时做也不错啊 你看到两边同时做 我扛的股票 对 你看到扛的股票 没有 空股票其实你们也都知道啊 我也没有改啊 杨明光 最近在这里小幅度波动 弄的轻乎当冲 每天成交往大概70%都是当冲 要从中股票比较稀理的哦 价钱太贵了 只赚五毛钱而已 太贵了 到时候只要月线 现在是月线还撑住 月线如果破的话 大家要稀理的 新巨科已经开始 四个小黑棒了 汉磊今后创新低 40空的 不要再追空了哦 我下面要准备补了哦 对 汇赚科今天破新低 好 今天已经破到69.5了 我们贵就贵不贵了 我专门空中股票啊 业绩很烂的 业绩很烂的 那赔钱公司跟他炒到八九十 想再离破嘛 对 那这种股票空下来 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是不是 宣德 也是六三六四空的 位数 位数 七十块钱空的 今天有点小反弹啊 反弹无所谓啦 因为半年报应该还是亏损 今天精彩 营兽发布成长 很多去抢 不要唱这个股票啊 唱这个不贵了啦 营兽增加重点是 毛利负的49% 毛利负的49% 你毛利负的49% 你营兽数成长 担子接越多赔越多 懂的是没 而且其实 四亿的营兽对他来说也不多 二十七亿的股本 一年营兽 就算让你五十亿也是太少 一般营兽至少要股本的四倍 喜马爱四倍才够 代表你一次进货 三个月清掉 一季清掉 算正常的 如果那种营兽只有两倍 或者两倍都不到 那个整个市场占有率都有限 这今年一股 这今年一股 搞不好会赔个七块八块 这款是今年一股 六二七八块的 赔个七八块 是要小心啊 对你如果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来大家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两点台北厂的讲座 即将进入旺季的好股票 即将进入旺季的底部GO股 我现场会跟大家推荐五党 有高价的有中价有低价的 让你有比较多的一个选择性 好股票不用多 几档就好了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答案进来 祝您操作顺利